大家好,现在有很多人都有眼睛上面的问题 特别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看近处的东西都会有困难 严重的还会眼睛干涩,有眩晕感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眼睛老化了 并且它还伴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老化的程度会逐渐的增加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们想要让眼睛好看得清楚 就一定要保证眼睛输入的气血一定要充足 那么在我们的头顶上有一个学位 叫做成光 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知道 成光,成光,承载光明 它就是我们头顶上的一道光 是承载光明的一个学位 那么接下来我就叫大家来找一找这个学位 大家记得一定要先点赞并且收藏转发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咱们翻出来练一练 平时每天也可以经常去练习一下 下面大家放下自己的手机 跟着我来一起找一找我们的成光圈 那么成光圈就在我们的头顶 从我们的发际线的正中点往上沿着我们这个中间 这个督脉也就是最中间的这个发缝向上 2.5寸 然后再旁开1.5寸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找的学位 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大家跟着我 咱们伸出手掌 然后把我们周指放在我们的鼻尖上 咱们沿着鼻尖向上去推 一直来到我们指根与前发际线所对应的位置 然后来到这里之后 我们把手指放下来 五根手指放下来 那么小指指尖所对应的位置 以及食指第二个指关节所对应的位置 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要找的两个学位 就是要找的两个成光穴的位置 找到之后 大家用手可以去按揉一下 你会感觉这个位置酸胀麻 那么说明你找的学位非常的正确 找到之后咱们怎么做呢 第一招叫做掌根按压法 首先我们用掌根的下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大鱼剂和小鱼剂 找到之后我们双手对搓 把掌根搓热之后 咱们按压到成光穴上 按上之后我们旋转 去做顺势的划圈 这样咱们去旋转20下到30下 你会感觉放上去之后 这个头顶这个位置就会发热发胀 稍微用力一点去按压 做完以后第二招叫做刮头皮 做的时候咱们需要两把这样的经络书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视频的最后我会免费的把这两个送给大家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经络书的话 我们用手也是可以的 但是用经络书它的效果 会更好 怎么用呢 我们用这个经络书的头部 放到我们这个头的正中间 然后向两边去刮 一直来到我们耳朵的这个位置 耳朵的侧面这个位置 从上往下去刮 一 二 刮的时候你会感觉我们整个头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舒服 沿着我们的中线向两侧去刮就可以 第三个方法就是用梳子的背面 去刮一刮我们的成光 就是拿着这两个梳子 然后从前额这个位置向后沿着反击线 向后去刮 这样一直去刮成光就可以了 左右两边咱们各刮三分钟 这样就可以很透彻的去按摩到我们的成光穴 这样刮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的头发是很厚的话 那么咱们就用这个经络树的头部 用它这个头部去点柔成光穴 因为这个头它是比较圆滑的 这样我们去点柔的 可以更好的去刺激到 平时只要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咱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两把经络树 去按柔去刮一刮 有的人按柔起来 成光穴会非常的疼痛 这个都非常的正常 痛则不痛 痛则不通 经络不通畅 学位打不开的时候 它肯定会疼痛的 那么我们平时就要多去刮一刮 那么力度我们可以稍微轻一点 然后循序渐进 这三种方法不管哪一种 都是不断地去刺激我们的成光穴 每次三到五分钟 或者两到三分钟都可以了 如果大家家里边没有经络树的话 现在我就把这两把免费的送给大家 大家只要点赞收藏转发 同时大家记得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随机的抽取两位留言的朋友 把这两把经络树送给他们 大家记得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请关注我